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希望趁着高峰来临前 启动防护罩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一般人得了流感 他不会那么轻易地 面对死亡的威胁 但是有慢性病史的人 像癌症 肝病 糖尿病 碰到流感就像是火上加油 很有可能引发重症 他的死亡几率大大增加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 在这个季节 施打流感疫苗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在客厅在家里的话 用素养机插电的 下面这个有刻字 它现在主室是用1 刚刚转到普通病房 那时候用到12 说话的她是王先生 专职照顾一旁妻子简女士 出院一个多月至今 人喘可不停 喘得还没好 对 以前会这样吗 不会 因为她现在肺部 旁边这个有 好像纤维化 它这个旁边还有白白的 所以简女士常会喘 得随时留意血氧浓度 氧气机不能离身 测量血氧浓度这台小机器 也要随身攜带 感觉它好像是传不过来 就要马上凉 如果指数掉下来 掉下90以下 一定氧气马上要带上 导致如此后遗症的 不是什么绝症 而是流感 简女士因为照顾孙子被传染 起初只是发烧 咳嗽 后来变得连走路也会喘 但她没有多留意 没想到又一天早上昏迷不醒 紧急送医 道远已经休克 第二 急诊第一床要奥义克膜 礼拜托 快点拿快 帮忙推东西 快点 第一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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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快 接上叶克膜呼吸器 简女士仍是休克 紧急转入甲虎病房 当时她以肾衰竭酸中毒 叶克膜直接外挂血腎机 加上镇静剂 肌肉松弛剂 六台辅佐机器一字排开 才让病情逐渐稳定 她在加户病房 总共待了差不多34天 她在加户病房一个月 普通病房半个月 一场流感重症 让她在鬼门关前徘徊50天 是因为被痊病的其实全部都没有死 达到流感疫 其实像简女士这样子还算是幸运 虽然在鬼门关前走了50天 但毕竟是平安出院了 可是染上流感并不会死亡 最可怕的是 如果你染上流感又引发重症 那么你死亡的几率会大幅增加 流感它很可能就是造成 这整个死亡过程的一个推手 就是像是火上加油的一个功能 它可能会甚至会更容易造成 那个细菌性的感染 造成细菌性肺炎 或甚至说它原来有慢性的疾病 那导致它的慢性病更严重 尤其是慢性病患 最可能引发重症而死 今年7月至今 已累计160人流感引发重症 16例死亡 仔细分析这16例 不仅多数没打疫苗 且几乎人人有慢性病 像癌症 肝病 糖尿病 肥胖 他们从发病到死亡 平均10天 所以我们就要避免它感染 所以最好的避免感染方法 就是你要打疫苗 不过专家指出 疫苗对一般人最有效保护力 约7到9成 对慢性病老人保护效果比较差 约3到5成 可是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没有 那是不是还是应该给他们失败 1 2 3 1 2 3 1 2 3 黎明国中三级学生 335人快乐出门毕业旅行 怎么回来却演变成44人集体感染 因为疫苗打太慢 时间差造成感染空窗不止这一件 我们发现在10月1号公费流感疫苗开打前 已经有6个人 因为没针可打 得流感死亡 除了这两例是小孩之外 其他4例都是有慢性疾病 包括癌症或是肺脏的疾病或是糖尿病 所以还是主要是以慢性病 其实流感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因此没有疫苗当防护前 自身有慢性病 有幼儿的家长 都要特别注意 大部分就是怕呼吸困难 对 所以呼吸困难 极度倦怠就赶快就医了 有慢性病又得了流感 重症死亡风险无疑大增 不管疫苗安全性 保护力 你认不认同 目前最好的防护罩 还是打一针 卫福部今年扩大了公费流感疫苗 接种的对象 那么在校世大的孩子们 为了让家长放心 还会给家长签同意书 但是有一些爸爸妈妈很仔细 就发现了 这个疫苗的成分根本没有写清楚 那么大家怎么评估风险呢 经过我们的追查 发现确实如此 尤其是可能对身体造成 不良反应的微量元素 像是致癌物 甲醛 这个部分呢 原厂的说明书里面 虽然清楚揭露 但是政府给家长的通知书 却只字未提 而另一头在台东呢 有一名中年男子 打了疫苗之后 昏迷17天 卫福部只轻描淡写地说 跟疫苗没有关系 交代不够清楚 这也让在台东一带 很多民众确实因为担心 而不敢打疫苗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会从测量体温那边开始 那我们测量体温的话呢 如果高于38度的话呢 会紧张稍微先休息一下 老师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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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得能完整表达 有的害怕打针 常常会哭成一款 需要老师安心 老师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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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全面施打 從六个月到大专生 以及中壮,老,年 都要施打流感疫苗 學校这几年来 我们的街中 人都超过99%以上 家长也认同 打流感疫苗 包括老师都一样 好 most current 对,每年都打 商人流感七种 可以先取得家长同意 但是资讯够吗 給家長的通知書 只有接種後注意事項 家長根本無從判斷 孩子打疫苗還不安全 我們班有 大概有三分之二有接種 是有的有外面打 有的他們是覺得這個是病毒 他們不願意接種 第一種給校長等教職員工的通知書 比較詳細 提到對蛋的蛋白質 疫苗成分過敏者 以及過去注射 有不良反應者不宜注射 但是疫苗成分卻沒寫清楚 我知道這個說明書 它沒有把整個成分都寫上去 因為它可能是講重點的部分 就是說你有施打後 比較有一些臨床的 嚴重症狀的話 它會提醒你注意 疫苗成分到底有什麼秘密 答案就在原廠訪單 也就是疫苗說明書 政府採購三個品牌的疫苗 國光 諾華和巴斯德 訪單都有提到甲醛成分 也會提醒施打者注意 甲醛是一種無色易容的 刺激性氣體 可怕的致癌物 它是已經被我們世界衛生組織 公告是人類的第一級致癌物 就人類確定致癌物 長期的暴露化 會增加什麼鼻炎癌 血癌 淋巴癌 各種癌症的風險 如果家長在意孩子穿的衣服或鞋子 有沒有甲醛 那就更該注意 打入孩子體內的疫苗成分 哪怕很流量 疫苗會有含甲醛或是含鞏 但都是在安全劑量裡面 所以在說明書裡面 注意事項那邊的話 就沒有特別的說明 我們的網站上除了有這些資訊之外 那另外一個是 這些其實也都經過 FBA基本的食藥署的體驗 但流感疫苗和甲醛 給民眾或家長的通知書 卻完全沒提 資訊揭露不實 真相是原廠的訪單 機關署的網頁根本查不到 因為藏在食藥署網頁 這個部分也許是我們下明年 可以加強改善的部分 但是我是認為這個部分 其實在整個疫苗安全的部分 其實還好 機關署坦承成成分揭露的缺失 但不影響施打安全 這是如此嗎 根據五年來通報的記錄 打流感疫苗 共造成194件嚴重不良事件 包含了16件死亡通報 以及10件危急生命案 其中還有差點沒命的 台東布農族獵人 王王路 意思是說 他老婆過來就休克了 導致一送來的時候就已經 就是必須要裝那個 葉克膜的狀態 今年10月 王光路才因為打烈至上的官司 上述期間 以10月15號打流感疫苗 兩天後出現了肌肉痠痛 咳嗽 甚至肺炎住進的加護病房 第五天送台東馬街急診 馬上裝葉克膜救命 診斷書也是寫說 不明原因肺炎 然後呼吸衰竭這樣子而已 後遺症也都沒跟人家 跟他打的地方一樣 那打完也沒有半小時觀察期 有沒有 沒有... 我打完我就開車了 王光路曾經是健美先生 練了一身肌肉 除了長期服用 乾硬化藥物控制外 都很健康 打針前 醫生也說這不影響 卻在打了疫苗後昏迷 瘦了十幾公斤 最後引發肺炎 我們是在來到台東縣海端鄉 58歲的王先生 他在打了疫苗之後 竟然就昏迷了17天 到現在才出院 而且必須要靠著復健 才能夠回復他的肌力 但這支中間過程 疾管署還有衛生單位 從來沒有來告知他後遺症 還有為什麼會變這樣 所以這事情傳開之後 台東縣一帶的居民 也都非常擔心 要打疫苗這件事 他如果是打針之後 好幾天之後 才發現有一點症狀 那大部分都不是疫苗 疫苗它本身就是裡面沒有 就已經是殺菌了 沒有可能 應該理論上是不會造成 我覺得他們的否認是 上面能達到效果 對 反而大家更質疑了 另外 2009年發生的 陳姓高職生接種流感疫苗 後來因為腦炎和敗血症死亡 高院判衛福部需賠償208萬 成為官方敗訴的首例 打疫苗有一定風險 政府應該善盡充分告知的義務 並揭露不良反應 甚至傷亡案例的追蹤 讓打疫苗的風險降到嘴裡 今年公費流感疫苗 擴大施打到600萬劑 比去年足足多了100萬劑 那麼中央地方從上到下 醫護人員皮繃緊 希望在12月底 流感高峰期前 把它全部打完 那麼偏偏呢 今年量多了很多 時間又變短 達標的壓力之大前所未見 那麼中央更首度 幾乎是每週開會檢討進度 在這樣的緊迫盯人之下呢 這一季全台灣接種率 確實是提高了 從13%增加到了21% 然而接下來讓人吃驚的是 首都台北 則是六都當中的最後一名 今天的話後悔 也不會流 都比較不容易 不小心 各位來賓你好 歡迎您臨近華城的美貓 今日下午三點到五點 於四樓會民廳 與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聯合舉辦公費流感疫苗 接種活動 去嗎 去打疫苗 我們要去哪裡 這往裡面走 這往裡面走 是不是 志工熱心直音 打疫苗的地點 只是奇怪 這民眾怎麼大包小包 請坐啊 不行 我們不要放東西 我們不能坐 他是醫生的吧 他想要坐 把醫生誤認為打流感的民眾 現場全校歪了 今年全台衛生人員 首次大規模前進職場打流感 不少私人企業第一次踏入 難免陌生 因為今年接種率打標壓力 堪稱史上最大 今天還一定要打完 以前其實沒有這麼嚴過 對 好 好 好 本季公費流感疫苗全台 要打完600萬劑 比過去300萬多了整整一倍 時間卻縮短為三個月內要打完 但人力卻沒增加 連醫療豐沛的台北市 都直言任務困難 壓力是滿大的 因為我們台北市來講 就是真的算是一個沒日沒夜的 我們今年的量比去年來講 增加了大概120點 過點增人忙翻 中央一聲令下 地方使命必達 以台北市為例 今年符合公費人口 從70多萬增為159萬人 如何達標得先找到人 日常生活不可缺的菜市場 公益時段老人特多的運動中心 台北市把腦筋弄好人多的 社群及職場 財務部 是公務的工程隊 物館 百貨公司內大牌長龍 人手一張號碼牌 不屬周年輕 因為考量到50到64歲的 今年的新增族群 那可能都還在上班 所以我們今年有開發 加上今天的精華層的職場 我覺得是很好 可是要多推廣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坦白講 其實每一個同仁 他的健康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對員工很照顧 而且對客人也很好 應該還廣播叫客人過來 阿姨來幫你量個體溫好不好 量個體溫 好乖 這邊 好乖 量體溫 仔細檢查喉嚨 看看有沒有發炎 工部門職場打流感 也意外捕獲 符合工匪接種的民眾 這蠻好的 逛街順便打疫苗 挺好的 總比去醫院要方便多了 我今天來那個 來地下三樓吃飯 聽到 你覺得這樣子的服務怎麼樣 中央緊迫 盯人 敵方衝衝衝 本屆全台接種率確實提高了 從過去13%增加到21% 全台表現最好的前三名 是嘉義市連江縣 彰化縣 但細分六都非六都的話 首都台北竟是六都最後一名 這真的不代表我們的接種預定 因為我們有隱藏著這個自費 施打的那個項目在哪裡 陳紹欽強調 台北調查過民眾打流感疫苗的意願 發現平均有5%的市民選擇自費 譬如幼兒園老師 空除人員 北市店裡還有一個隱藏原因 像我們有一些安養機構 它其實就是新北的其他醫院 跟它合約 但是它的疫苗是使用到這個 這樣的新北 業績是在新北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工費市場打了想像棍 那自費市場又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來去看一看 妳好 我們的自費疫苗在這個地方 自費八十多就兩斤 工費還有一整盒 你看很明顯 滿滿的 工費接種夯 自費更夯到有錢也打不到 創下8年首見 我有搶很多 可是還是 最後還是不夠 平身貼著紅色大標籤 這就是今年主要大缺貨的 自費疫苗拔斯德 竹鷹是想打的人太多 但進口量又太少 今年自費疫苗三架 將剩四架進口量 最多不過33萬劑 遠低於去年的40萬劑 有些人可能他要選疫苗 所以他希望打國外的 所以都導致整個 好像國就是這個自費市場 就是提早缺貨 專家指出 尤其有些醫護人員 還特別指名國外廠牌 我是醫院拿到什麼廠牌 我從來不問我就打了 還是有人會問吧 是 有人會問 但是他們 我認為他們是錯誤的觀念 但是這種情況 應該歷年已久吧 歷年已久 這就是說大家的信心問題 本季難得一見的流感疫苗施打熱 彷彿成效到底好不好 疫情高峰的12月底 到農曆春節才是真正的期末考 接種防疫很重要 但是有孩童打完卡戒苗之後 變成了雞胸 還有人要長期穿背架吃藥 到底怎麼回事 稍後帶你一起來了解 歡迎回來 至於鎖定中天調查報告 說到傳染疫情 不能不說到全國的衛生所 衛生所在台灣的歷史悠久 已經有70年了 它一直是台灣防疫最前線 但是近來卻遇到了瓶頸 被要求業務定位必須要檢討 專家的看法是 現在的衛生所花了大量時間 在看門診 因此忽略了公共衛生的基本業務 這一點可以說是本末倒置 長此以往下去 那麼跟民眾變得疏離 也無法提前預防疾病 在種種後果當中 最嚴重的恐怕就是 會讓健保破產 那麼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就繼續來看記者 徐瑞婷和盧松柚的調查報告 一個兼一個平均三分鐘換一人 看似搭醫院 但其實這裡是衛生所 看一下 吸收 剛才是在做子宮頸膜跟檢查 就喊一下就要趕快跑過來 正大概二十幾次 二三十次吧 篩檢 看診 兩邊忙 他是衛生所界史懷哲實踐男醫師 之前在平息十年到新電綱一年 是少數橫跨偏鄉都會 兩類型衛生所的醫師 我發現其實都市有時候 因為看診時間太匆忙 這些資訊反而少 那我現在是盡量 譬如說如果有一些機會餵覺 他過去在偏鄉 一天看診量最多三十人 九成看病 每人看診時間長達二十分鐘 但在新電 一天看診量暴增到一百人 九成不是來看病 而是做健檢 人均看診時間大幅縮短 他形容自己變成一個小陀螺 採訪當天他的行程 是早上新電看診 中午到監獄抽血 下午安康看診 細老狗了 現在上樓 太來了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行程拖到小小遲到 這一天來安康衛生室的病人 主要都是打疫苗 但你可能不知道 衛生所業務多又砸 從上級交辦事項 如流感劑 疫苗充業機 到戒菸 癌篩等公衛 業務總計超過一百項 現在因為花很多的時間在診所 所以他們就沒有很足夠的時間 到外面去訪問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跟居民也有一點疏離 沒有進去過 知道這邊有 衛生所就是醫院 跟醫院一樣 專家憂心疏離 讓衛生所無法預防民眾生病 最嚴重的後果 是健保恐怕會破產 是什麼讓衛生所離民眾 越來越遠 他們就設法要找經費 找經費的其中一個辦法 就是開門診 問題是現代的制度 就是讓它致富盈虧 所以就是越小的就越慘 那越大的 譬如說我們看診有盈虞 我們還可以再請人 衛生所經費長年不足下優的 以致富盈虧 門診成了增加收入的捷徑 衛生所工作人員的收入怎麼算呢 也就是他們的總收入 扣掉水費電費 這一些分攤成本 再扣掉要給地方政府的錢 就是他們的獎勵金 有收入那個80%就醫生嘛 那剩下20%就由其他的 譬如說護理人員來分 有些衛生所 是不是不顧著看門診 然後因為要為了多賺錢 還是有啦 當門診醫療變相成主業 衛生所不僅IP本目導致 更有專家私下指 這是國家幫忙開診賺錢 延伸不少扭曲現象 中療鄉主任醫師申請退休 從此以後鬧醫生慌 一直到現在 這個位置依然空缺懸盪 有人想去的地方就是 就是目前還不錯 那每人想去的地方 就是目前比較不好 其實平溪算是全台灣 最老的一個鄉鎮 65歲以上已經有27點多% 平溪又老又不是肥缺 時間難離職後 長達快半年找不到人 他還得回來帶打 帶打一陣子 不過也好啦 就是回來開心啦 就像回娘家一樣 對... 回娘家的他好像巨星 阿公阿嬤一看到立刻圍上來 謝謝你啦 謝謝你啦 謝謝你 快點回來啦 好啦... 主任要調職開始 其實非常多的民眾很捨不得 很多人很想念石主任 有的人如果方便的話 還到新店衛生所去看他 在平溪提起石主任 無人不知 人人誇 因為他在這無辭奉獻 長達10年 他四年期滿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走的 可是因為他很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一直在這邊經營 雖然薪水收入比都市還少 在衛生所IP以看診為主 而不顧公衛本業之際 我們在石一師身上 看到另一面 住這邊都啦 人家 好累啊 喂 大哥 喂 怎麼可以啦 怎麼可以在那邊 沒有 今天 剛才有事回來這裡 他很照顧我們啦 而且他的藝術 大家都很照顧 他要離開大家很捨不得 沒職人他 沒電腦了啦 真的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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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夠不見了 對 要送到這樣 好久不見 尤其眼前這位婆婆 不顧自己剛跌倒 硬是拄著拐杖走出家門 手裡還拿著3000元 就是為了 我等一下要走啦 沒時間吃啦 沒時間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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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這個飯 怎麼有醋要三醋 會啦 我們就叫比較好的 人與人間濃厚深刻的感情 成為一種無形羈絆 石一師認為 看診建立醫病關係 反而容易推動公衛 連喊都不用喊就閉了 對 就通知一下說 可以做了 這樣就可以了 老婆是在這裡 老婆在這裡 妳來 她是林泰仁 另個願意到偏向的傻子 力推物理居家治療 促進老人健康 讓老人家的衰弱可以 可以讓它改進 不要從衰弱走到失能這一塊 希望每天來 每天來 每天來每天來 這我覺得比較重要是說 到底公共衛生這方面 到底有沒有落實在執行 那醫療多少倒是還好 所以這問題不是在於他們 而是就政府假如說要把 預防性的這個工作 要做得好的話 那你就是要規劃好 規劃好就是說 需要多少人力 需要多少經費 梅子彈的衛生所 得為自己開銷重收入 又得應付一堆績小壓力 久而久之 難免顧此失筆 政府若在持續重醫療 輕預防 防疫最基層的衛生所 空城大漏洞 如果你非常關心 流感疫苗的安全性 那麼接下來的這則報導 你應該要更注意 因為流感 它畢竟不是法定的常規疫苗 但卡戒苗 卻是台灣每個新生兒 都必須要施打 但你可能不知道 卡戒苗接種之後的不良反應 是所有疫苗當中最多的 那麼申請的救濟給付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29例 更諷刺的是 卡戒苗本來是要預防 幼童感染結核菌 但接下來這個報導當中 有一位吳小妹 她就正是一位打了卡戒苗 裡面的結核菌 讓她染上了肺結核 那麼現在 她得吃藥吃上9個月 好 寶貝 穿梭 穿梭櫃間大丸捉迷藏 家中的二手家具店 是吳小妹最愛的遊戲場 媽媽... 你去哪裡 兩歲的小身軀 從外觀根本看不出 因為卡戒苗 挨了大打一刀 真的是很狠 很狠 我的小孩一個11歲多了 怎麼會忽然 忽然長一塊東西去拍到 是因為政府要我們打的針呢 到有一天餵奶的時候 因為我們餵奶都會摸摸小孩 然後講講話 就餵奶都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胸口怎麼有一塊 好像凸凸的東西 吳小妹一歲多時 胸前凸凸的 一開始以為是雞胸 轉去大醫院又以為是腫瘤 只好開刀化驗 前前後後 歷經麻醉 導管 打針 注藥 細嫩手腳砸上無數針孔 吳小妹常嚇得尿在媽媽褲子上 如今只要陌生人一直盯著她 就會恐懼大哭 他們上班 好... 上班... 幫你上班 不要... 沒有啦 那個沒關係 很怕 你跟他說 你要吃藥還是打針 他來吃藥 最後確診是卡接苗引起的 不良反應 肺外結合 如今正在申請救濟 這個救濟精多少 我都覺得對我來講不重要 為什麼我要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來拿這個補助精 或者是救濟精呢 我還是希望小孩子 就健健康康就好 孩子這一病 做媽媽的自責不已 原本神經大條的他 變得容易緊張 像現在小孩子如果說眼睛痛痛 這裡痛痛 手痛痛 我們就緊張耶 因為並不是說 你吃了9個月的藥 這個刀開了就一定百分百 他不會再復發 卡接苗本來是為了預防幼酮感染結合菌 避免引罰肺結合 諷刺的是 無相妹卻因此感染肺外結合 得吃抗結合藥物長達9個月 它算是橘紅色 對 它就是整個這樣橘紅色 正常來講要這種白色的 我們要去9個月 所以這9個月都會這個樣子 在所有預防接種的疫苗當中 卡接苗可以說是你我最不陌生的 但是你知道嗎 卡接苗受害的人數 竟然在台灣越來越多了 而且在所有的疫苗當中 因為卡接苗受害去申請救濟的人 在全部的疫苗當中 卡接苗還是第一名 台灣歷年因為預防針受害 而獲得救濟的人 卡接苗最多高達229件 再看2014年 卡接苗救濟數占全部 近5成 就計金額更逼近當年度總金額9成之多 27年來 這些少數受害者的犧牲 保護了多大群體利益 卡接苗來講就是為了預防結核菌感染 因為一旦造成結核性腦膜炎 那個真的是非死即傷 目前台灣又同得到結核性腦膜炎的 每年最多兩個 既然如此卡接苗 台灣可以挺打了嗎 如果台灣的孩子不打卡接苗 那這樣子他得到結核性腦膜炎的機會 可能是增掉47倍 那換句話講 我們現在看到說台灣每年 好像是零到兩個這樣子的 兒童性結核性腦膜炎 可是不打的話 那搞不好這個數據就大增了 那大增的話等於 我們受到嚴重傷害的孩子 就會多很多 好強 這樣子 這樣子 你拿著 一歲半就穿了 穿到現在 平均一年要換一件 不同尺寸的鐵衣得穿一輩子 她是Mili 因為卡接苗 引發嚴重的不良反應 骨炎 這個就是妹妹 受損七八九節的地方有沒有 然後這個擺擺的地方 就是籠包 正常的脊椎這邊當然是接住的 可是現在已經很明顯看到 是沒有接住了 那有時候他也會問說 媽媽為什麼我都要穿鐵衣 別人都不用 他可能自己心裡面也會有自卑 感覺當然是心痛 那我就會跟他講說 因為你打針 然後骨頭受傷了 你要漂亮當空姐 那我們就一定要穿鐵衣 讓自己的身體變直直的 台灣卡接苗骨炎發生機率 平均每100萬個小朋友中 55個人可能會發生 聽到骨炎大家都很害怕 說骨頭受到影響 會不會癒後很差 但是差不多9成5 其實長期追蹤 一年兩年之後 看起來他們的恢復都還不錯 打不打都有好壞 兩鄉權衡下 中央決定2016年起 卡接苗嚴後打 原本是出生一天後接種 改成滿5個月後打 讓寶寶更有免疫力 好了 涼涼的 要通通健康 好 OK 搞不好我會從第一隻開始 我都不打 雖然這些事件是偶發 但是如果發生在我的身上 那就是百分之百 每個孩子都是寶 卡接苗政府既然要打 可能引發的嚴重不良反應 或許可比照煙害 以圖片加強揭露 而非以文字以臂帶過 畢竟沒有一個人的犧牲 是應該的 台灣民眾生病的時候 喜歡玉窩蜂湧到大醫院 常常是這個病人急壞了 醫生則是累壞了 到底輕重症該如何分流 而家庭醫生制度已經十年 但你知道你的家庭醫生是誰嗎 稍後一起來看 這個最有效率的就醫方式 你所收看的是中天調查報告 每個人都有生病的經驗 但你知道你的家庭醫生是誰嗎 沒錯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但是當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大家就這樣一窩蜂 湧到了大醫院 幾乎癱瘓了急診室 常常是急壞病人 也累壞醫師 其實有個更好的方法 那就是分流制度 但前提就是 家庭醫師這個觀念必須要普及 其實這個制度已經實施超過十年了 但是在我們台灣全國覆蓋率卻只有一成 其實成功的例子不是沒有 像高雄的岡山 就有這麼一位家庭醫師王洪裕 他非常會轉診 每年平均一百次 常常成功地從死神手中搶回病患 那麼為什麼他能做到 別人卻不行 而中間的困難點到底在哪裡 我們繼續來看記者徐瑞婷 還有盧崇佑的調查報導 一場流感疫情 大醫院癱瘓 怎樣幫他進來 無奈 卻也凸顯分流制度失效 問題出在哪 其中原因 第一線守門員家庭醫師 見力不全 把關失靈 不過在高雄岡山 卻有個超會轉整 救人無數的家庭醫師 一 二 三 王洪裕醫師開心和祝小姐夫妻合照 慶祝他曾流感中解惠一命 我們全家幾乎有一個 依賴王醫師的傾向 就是我們認為 我們哪裡不舒服了 我們就是先來問王醫師 所謂家庭醫師 是你從小到大常看的醫師 了解最多病史 他很難過 沒關係你坐著 我先聽一下他的心跳 當時有三高的祝小姐 全身痰卵發暖失去平衡 王醫師仔細檢查後 發現他心跳快 耳溫也高 血壓一涼不得了 低到有姓名之憂 立刻幫他填寫轉診單 先轉到地方醫院 鋼山嗅船 只有五分鐘車程 祝小姐飛車轉診同時 王洪裕醫師 趕緊聯繫鋼山秀船醫院 交代病情 鋼山秀船醫院 你喜歡怎樣 正常人的白血值數是5000 他在秀船的時候是20000 祝小姐當時已經陷入昏迷 從X框檢查結果來看 這個表示腸子塞住 這個黑黑的都是空氣 我們腸子沒有這麼多空氣 這個就表示這個病人真的很慘 心臟X框更不理想 衰竭的心臟像個躺直的雞蛋 四散的黑點代表肺積水 有生命危險 於是經過診所 地區醫院再轉醫學中心 層層照護下 祝小姐終於脫離險境 他有很多環節 只要一個環節慢了 他可能就死掉了 轉診回復單厚厚一本又一本 王醫師每年平均轉診100次 除了像祝小姐那樣的垂直轉診 也會平行轉診 全岡山地區45家診所 五十九位醫師一起合作 內科 泌尿科 眼科等互相轉診 所以醫療群變成說 我們把病人大部分都在肝傷 這樣子的話 病人就不用每一次都跑好遠 每一次都去醫學中心 每一次要等很久 甚至說每一次又耗費 很多健保資源 可是把病人都轉走了 不就沒有收入了嗎 很多人他轉走了 得到的照顧很好 他都會 我們大陸總是讓人生薄的 你一找王醫師 王醫師不用緩的 給你轉診 病人更多 然而全台像鋼膳醫療群 這樣努力落實分級轉診的家庭醫師 少之又少 講到這個就有一點點 比較挫折了 就是我們目前到現在的覆蓋率 大概只有達到全部 全國診所的十分之一左右 這個想法在台灣 可能會有實質上的困難 因為很多人家的隔壁 就是醫學中心 看看都會區 三部一間診所 五部一間醫院 民眾看病實在太方便 競爭激烈下 大醫院小診所 當然是先搶人 知情比較好的家醫群 他其實滿有城鄉差距的 就是在 反而是在偏遠地區 不是醫療競爭 這麼激烈的區域來講 他的醫病關係比較好 肝山如果做得稍微好一點 是因為肝山離台南高雄比較遠 大家都會比較合作一點 如果醫療競爭少一點 家庭醫師多一點 生病有人靠 急診少塞 健保省錢 你我都能 多笑一些 也是一個會讓人 多笑一點的構想 當我們老了 病了 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可以像較快的一樣 請醫生到我們家裡面 來看診嗎 那麼這是一種 升級2.0版的 家庭醫師的模式 小病 塞加治 那麼這樣的話 醫院就不會塞車 塞床 在嘉義現在有一位醫生 他叫余尚儒 他就默默地在實踐 這個美好的構想 但是既然這個構想這麼好 為什麼有意投入的醫生 卻不多呢 繼續是我們的報導 阿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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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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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也是 我們這個口味不能 我們是不是 要吃的 要吃的 可以吃 他是魚尚儒醫師 嘉義有名的嘉義科醫師 受到日本在宅醫療的啟發 還開始在台灣默默展開 加一 2.0計畫 透過網路共享平台 醫療結合社福 醫師 藥師 居家照顧員等 共同照顧病人 達到跨領域居家整合照顧 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去看 一個慢性肺病的病人 這樣可能就是你很麻煩嗎 對我來說就是只是停一下 然後看一下他 你有比較痠喔 失能的阿伯寸步難離家中 吃飯洗澡 靠居服員幫忙 阿伯生活有居服員打點 疾病就交給御醫師 這些人比較痠吧 可能跟他情緒也有關係 他今天有一點 心情不好有抽菸 在家中控制改善 不用小病跑到大醫院 有一個老人家 他就咳嗽咳很窮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 他們家裡點文箱 窗戶都關起來 所以他咳嗽永遠不會好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長輩的用藥 我們可以比較 可以準確會比較 知道說他服藥的狀況 跨界合作也能避免 不少醫療糾紛 如此進階版的加醫制度 去年四月健保署已推出計劃 鼓勵居家照護減少住院 然而看似利益良好的政策 財務誘因並不足夠 可能我在診所看五個病人 跟我到家裡看一個病人 他的收入是一樣 目前醫生在診所看病 一個病人健保給付的 診察費是250點 而居家訪室才次數計籌 一次給付1000點 不少醫生認為 在診所輕鬆看四個病人 抵得過一次 費時費力的家訪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是免費的 就是沒有 對我來說沒有一分一毫的收入 呂醫師目前有30個居家 共同照顧個案 一半是免費一診 創造一個模式 讓大家知道說 這樣做是會有幫助的 你盡量可以在社區裡面 把它治好就好 不是什麼病都要跑去醫院 嘉義2.0 可以有效節省不必要的 醫療浪費 但不能總是靠醫師的一股熱忱 早早落實論人記仇 才是症結 偏鄉醫院正在苦撐 開雙倍薪水還是找不到醫生 在北部醫院評鑑 十一家醫學中心 增強九個位子搶破頭 台灣醫院M型化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了 如何解套才是全民之福 稍後回來 歡迎你繼續鎖定中天調查報告 今年是台灣的醫院評鑑年 特別是北部 十一所醫學中心要徵九個位子 在搶破頭的同時 卻有一家小醫院 乾脆放棄評鑑 它是南投竹山的秀喘醫院 為什麼要放棄呢 是因為很現實 它已經撐得很辛苦了 哪來的力氣跟人力去準備評鑑呢 秀喘醫院開出了雙倍的高薪 還是找不到醫生 ICU也跟著關床 這凸顯的是這二十年來 台灣的醫療資源的分配 已經呈現M型化 也就是說醫院呢 大者恒大 那麼中間的地區醫院經營困難 腰斬一半 在這樣中控的醫療體系當中 我們又該如何期待 靠著轉診來解決大醫院的 擁塞問題呢 繼續收我們的報告 一個是胸腔內科 一個是嘉醫科 這對醫生卷旅過了照顧雙親 一年多前回老家雲林 要在哪兒工作很苦惱 那時候就一度想 那我是在台中好呢 還是回來 回到大醫院不錯 覺得在那裡 好像大家會覺得 比較像個醫生 伯計兩不諱言 大醫院前途更好 不過最終還是選了 南投的小醫院 主山秀船 因為這裡實在太缺人 最主要其實還是 他們對醫生的那種 我覺得是 可目希望有些人 能夠來協助來幫忙 我覺得那是覺得 有被需要的地方 南投醫療資源評級 每萬人口的醫事人員 人員低於全國平均 全台吊車尾 專任的專科醫師比例 更是全台最後一名 代表全台最難請到 全職醫生的地方 就在南投 以南投地區醫院 竹山秀船為例 離台中 雲林 彰化市中心 車程都要50分鐘 位置偏 找人難 留人也難 我們基本的確定的就是 我們不是那種 叫做醫院評鑑 這個是我想 當然無奈的一個集集 人手不足道 只能放棄評鑑 但影響何止這樣 造成我們前台的部分 縮減剩下一個藥室在發藥 造成民眾整個感受到 服務整個縮索 廚房簽好像永遠包不完 一個早上就有800張 拿藥包藥以外 還有寫論文編藥點 磨粉準備餐包 全靠現有12位藥室撐著 比編制少了足足6人 比較便宜地區人力很難照顧 我們目前的情形 大約兩年都沒有心情要死 現在這些兩個人 一個就是護理人員 一個就是藥室 這裡原本是內科加護病房 但是因為受到人力 長期不足的影響 原本可以照顧 11位重症病患的這裡 現在卻成了儲物空間 躺在內科加護病房的 不是病人 而是壞掉的病床 不用的機器 近年來護病比要求變高 升不出人手的秀船 只能關床 算一算我們大概 比都會期裡面的 新上來的指示醫師的話 我們大概薪水可能都要多 兩倍左右 我們才有辦法讓一些 引力道偏向服務的 那個醫師留下來 代價是人事費 從4成多衝破5成 支出節節升高 收入卻又受限健保總額限制 秀船營運學上加霜 成本高 你就多給他兩成 結果你還得比醫學中心少 他就很難撐 像竹山秀船這樣的地區醫院 倒了不少 在健保開辦支出有568家 如今只剩367家 這個不好的原因就是說 醫療資源就開始越來越重 比較偏遠地區的 或者一些 需要醫療資源的地區 他反而沒有足夠的醫療資源 大醫院大折恨大 醫療扭曲恐非民眾之福 因為當醫療品質下降 最後被犧牲的 還是寶貴生命 歡迎繼續回到中天調查報告 時序即將進入歲末年中 年節慶典讓人們的交流變得頻繁了 但是流感就在這個時節虎視眈眈 台灣的醫療發達 但是防疫能力有跟上來嗎 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們從這個流感疫苗 談到了卡戒苗 從衛生所再到家庭醫生 防疫的每一關每一針 都攸關著性命 只能夠期許決策者坐在辦公室裡 別當象牙塔裡的大象 多聽聽基層的聲音 親自走上防疫的最前線 才會知道問題出在哪 也謝謝你的共同關心 我們下週節目再會 我們下週節目 我們下週節目